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选的 或者说你第一步 落脚的这个国家 它其实呢 取决于很多方面 就我们讲最重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你自身的文化 以及你自己的眼界 这跟钱没什么关系 你说你身上带了不少钱 是吧 你选择瑞士 那就没得说了 大家跟你没得比 是不是 没有什么参照意义 或者说你说我是技术移民 我没得选 我现在选的就是澳洲 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那儿 我等拿到居住权了 是吧 或者说改了国籍了 我再说 是吧 这个也没得选 那大多数人 不是这两种情况 有些人呢 是喜欢听朋友的 你好 你好 有些人呢 是喜欢听中介的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有这么一个惯例 就是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最起码我们有这么一种观念 那么觉得做移民中介的人 他是比较靠谱的 是吧 专业的移民律师 专业的这个那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他专不专业 他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已经选好了到这个国家 你才能谈到 找一个专业的移民律师 来帮你处理类似的问题 在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他们给你提供的所有建议 对你而言 都只是一个参考的标准 最终如何选择 这个权利是在你的 不要过分的听别人的 你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 选择了去欧洲 是吧 因为那有很多比较知名的 半移民的人 他们名声很不错 在国内就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 那其实很蹊跷 对吧 开口闭口都是骂土共的 那为什么他在国内有这么多粉丝呢 因为他是小骂大帮忙 他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做买卖 他不是为了给你启蒙 他跟你说的很多东西 与事实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他有可能啊 有学历 是吧 他的思想也很前卫 或者说他的理论很深水 一般人理解不了 就他可以站在一个高度 来指点众生 但他其实是一个宅男 就他对欧洲目前发生的情况 他根本就不了解 等你去了以后 你是要混同于一般民众的 你要好生活的 到那个时候你就叫天天不赢 叫地地不灵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的生活 差距相当的大 就他追求的和你追求的不一样 懂的意思吧 就是你去了以后 你会有失落感 完了你还找不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层次比你高 是吧 他装生龙鬼的 搞了一副领袖 是吧 给大众做启蒙的 带领民众 呼唤民主自由的 你是要具体生活的 你要是听他的 基本上 这钱就砸在水里 完了所有的一切 都得重新摸索 还有一些人呢 比较迷信这个 东欧 甚至像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这一类的国家 有一些是给亲戚带过去的 那个没办法是吧 有一些呢 你自主选择的 就听了一些朋友 一些老乡的劝告 自主选择的 美女是很多 生活也很安逸 但是你想挣钱就难了 就因为他这个民族性 其实是 差距很大 你无法融入到当地的社会 你说你在国内 你对西方有一些了解 你对东方了解吗 那是欧洲 那是东欧 对不对 俄罗斯人一直说 我们也是欧洲人 但只有他们这么说 是吧 欧洲人根本就不认 他是欧洲公民 那完了以后 你到那 你说我在国内我读过圣经 你读过东正教的吗 他连过圣诞节 都跟你在内地过得不一样 是不是 你是12月25号过圣诞节 他是第二年的1月份 1月7号应该是 东正教的圣诞节 你到那你能跟他谈啥 你想买瓶中国的白酒 运费比酒还贵 你能买到的所有东西 只要是挂上中国名字的 基本上 都是温州小商品市场批发的 那东西有真的吗 跟淘宝差不多 所以呢很多人摘了跟头 花了几十万 跑到这些国家 转了一圈 又游回来了 或者又选择了其他国家 这样搞下来比较累的 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你要是真想走 现在你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你去探索了 是啊没办法 那还有一些人呢 他觉得反正 我在国内混的还不错 我有闯进 我可以到美国 我可以到英国 我可以到哪儿 想的挺美 你现在能出去的方式 如果说啊 你不是拆了很多钱 或者说你不是寄属移民 你想通过其他方式 在别的国家落地生根 那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你如果找不到一条 比较合适的方案 那么极有可能 人寿类 前倒霉 赚一圈 你还是站不住脚 所以真正要 一个家庭啊 迁徙到 另外一个国家 其实是很难的 日本不是移民国家 有人移民 有 他叫规划 规划 很少 澳洲也好 欧洲也好 投资移民 办的人很多 最近几年办下来的人 越来越少 我们知道波兰还有一个工作签证 是吧 宣传的很美 你到那儿待三年 晚了你就生根签证了 欧洲二十多个国家 你随便跑 是不是 你想去哪去哪 是吧 其实我告诉你 你要一个国家的身份 然后说他这个护照挺值钱 我告诉你 最简单 老挝的护照就挺值钱 对不对 他以前是法首殖民地 你要是老挝公民 你去法国 据说都不要签证的 因为我没办过 所以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 你不要财迷人家的护照有多值钱 我们打个比方 最简单 你到越南 你说你花点钱 我移民越南 很简单 你有孩子吗 尤其是女儿 孩子大了以后 你加入人家国籍 你服兵役很正常吧 你知道东南亚这些国家 军队里面 他的旅兵是干什么的吗 关于越战的小说电影回忆录到此都是 是吧 美军与他干的 法军与他干的 共军与他干的 都有 你去看一看 你还觉得那是一个理想的移民国家吗 所以选择这个 目的国的时候 确实需要慎重 不是说你有多大的信心 或者说我有多大的能力 其实你到了国外 所有的东西 你都是从头开始 你说我有信心 闯出来 行 你闯黑社会呗 那最简单是不是 哪个国家都有 你说我反正就不要脸了 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做事的 你真正要是想走出国门 那你最终还是要踏踏实实的 居家过日子 是吧 你不能靠打打杀杀 你也不能靠做职业革命家 是吧 职业革命家你看那个 唐步骄这一类的是吧 你闹到最后三十年 闹的啥 啥也没有 除了骂名 还有啥 孩子都没有 也不一定 也许过两年 爆出来说他有七个八个资深子 是吧 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所以 日本的一个富二代 在泰国 就委托人家帮他生孩子 代孕啊 那生几十个 这东西蓝书 我只是想告诉你 大家一点 如果你要选择走出国门 你就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你的目的 要跟你的实际情况 相吻合 最起码就是 你在那里能待得住 你说我要移民巴基斯坦 可以 没问题 你首先你得是个回民 是吧 你才有一定的可能 你说我是一基督教徒 我没事 我还得忽悠别人信教 没问题 你去吧 是不是 去年才死在那儿一男一女 对不对 他到底 穆斯林国家去宣传基督教得 你就永生了呗 你说你要选择一个目的 你首先要搞清楚人家的文化是什么 你能不能融入进去 你如果说我不想学习这个外语 那我就想在中国人圈子里 你反正我 泡杯茶 下下棋 我还会几个残局 是吧 我能白话 我能早点老头老太太 跳跳交易舞 是不是 就是 僵尸舞你是 别想啊 就是说跳跳交易舞 那个完了 打打太极拳 我去养老 这个没问题 大多数 西方主流国家 都有华人街 是吧 唐人街 都有华人比较聚居的 地方 一个区 他 法拉 地方 被移居 混合 就是 半顾 被层层 人口 那我 还精彩 千万 他 对 刚才 开始以为这个唐人街 或者说 或者说 我的唐人街 去了一 看 他 他跨 他 不 周 必 上百条 解 他是 你要 你要 他 就不带 那 难融入进去 你 对吧 就首先你要 就首先你要 选与 与沟通 对吧 还有 有一些问题 国家他 历史上 我排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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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 你 你 你去了 以后 到美 美 我 有一天会 对 我 的 地 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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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那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偷袭啊 去了美国 去了几 博士兵 一些流的 去了枪 去了宝 宝子 花快 以后 像当 海产 包括 管理 都没有 你说现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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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有 一个 发生 任何 何 来 一个世界 这个民主感情 它始终 就是 如果你移民 不说移民啊 是吧 你 到加拿大那张这个枫叶卡 到每 每天 不能 要一点 他 将来我 我们的玉 能看到 到中国 矛盾的 你比如说你到 你 才加入了这个 你 听一点 你是 你 你已经 你 你 你 才加入了这个 你 听一点 你是 也就 意味 你 所在 来 是 从 比他 还 中共 反对 所以 所以 短 一 由 发生 其实 很简单 那么你 做 就知道 我 都放弃这些 国 但是 我 是不是 挺一 喊 然后 有一 是吧 我 但是 我是一 喊 对不对 你 你是 是 蒙 就算你跟 中国有一些买卖 或者你跟 中国人 是吧 接触的比较多 最多他也就是给你遣返 遣返回韩国 对不对 他最起码不会把你关在美国 所以呢 不是在 就是大家认为的啊 这是一民主国家 所以你去了 你就相当的安全 你能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 但是 你除了像杰克俊一样 把整张皮都坏了 你才有可能混同到白人的队伍里面去 在西方人眼里 你始终是一个亚裔 有些人 酒喝大了 经常会说黄皮猴子 黄皮猴子 不好意思 说的就是你 他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你是日本人也好 你是中国人也好 你是韩国人也好 在他眼里都一样 跟着上面 你说想摒弃掉这种种族歧视 不可能 法律上有 但是生活中 你避免不了 除非你天天带着录音笔 动不动你就来举报人家 那我问你呢 这日子你能过得下去吗 你能举报别人的同时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一枪把你崩了 玩西方的规则 你是一个幼儿园呢 所以呢不要有那么多小聪明 觉得好像我这个人特别聪明 我特别有本事 没有用 出了国 你连文化 语言 最起码的融入 你可能都做不到 太高估自己 容易摘跟头 那么跟着就是第三个问题 你怎么样挣钱 怎么样养活一家老小 是吧 我们先排出一点啊 你说我带个250万 是吧 家里还有250万 不够我再拿过来 没问题 那你就不用考虑挣钱 是不是 你养老为 我们就谈正常的一个家庭 你得靠上班 是吧 你得靠做点小买卖 你得去挣钱 完了你还一句英文不会说 你还试图 在别的国家你能混得挺好啊 那唯一的可能 就是你继续 跟中国保持经济上的往来 你觉得未来 你有足够的能力 来保持这种关联吗 政府极有可能把它切断 是吧 现在本届政府 跟非洲搞好关系 跟伊朗搞好关系 跟西亚的这几个斯坦 以及俄罗斯搞好关系 甚至跟北朝鲜都搞好关系 他唯一搞不好的就是西方 甚至沙特 对不对 如果说 中国与西方社会 完全开始形成对峙 沙特的石油 你就花钱买了 你也运不回来 你霍尔布兹海峡也好 这个 印度洋也好 是吧 马六甲通道也好 你根本就回不来 怎么办 本届政府他不是傻的呀 是不是 他们也管理了这个国家 好几年了 他们也不是从党校出来 去当主席的 他也是一急急爬上来 不要听他们说 什么所谓的立陶太 知道吧 那东西都忽悠人了 贬低这个 中共目前执政的这帮人 说白了一句话 中国从有科举开始 公务员队伍 都是精英 你可以说他不要脸 是不是啊 媚得良心做事 但是你不能说 他比你笨 懂不懂 你都给体制 赶出体制了 或者说都混到 混到人妈逼 猖狂逃窜了 是吧 你还说人家比你笨 说人家是立陶太 你就是优秀的总部选手 完了以后你被赶出体制了 你压压屋说 中共现在全是坏蛋 人家是坏蛋 人家没财吗 有一句话很真实 叫什么 叫财胜得者 小人也 是吧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人 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都是坏蛋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方案 就怎么样让这个国家 继续运转 就离开了美国 他也能活得下去 而且他觉得 他还能活得很滋润 这麻烦就来了 你去的国家 如果说与中国 在对峙的这个阵营 对立面 那么你怎么样把中国内地的产品运出来 或者说你怎么样 在帮内地的企业 拉批条做前客 你做一些买卖 拿一些中间的差价 这可能性不大 双方都会制约你 所以怎么样在国外挣钱 包括你选择的这个目的国 你能不能在那生活下来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因为靠吃老本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如何选择这个目的国呢 必须要慎重 千万不要听别人跟你扯 而且每一个国家 你想去的时候 中介跟你说的都是天花乱坠 最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 老老实实去查一些资料 多看一看别人的经历 就你不管选择哪一个国家 你不是第一个移民过去的 对吧 别人都有一些 经验都有一些惨痛的这种经历 怎么样站住脚的 怎么样上这个中介当的 完了以后自己怎么样 一步一个脚印 走到了 拥有一个稳定舒适的环境 多看一看这些资料 不要单凭朋友介绍 或者说中介跟你保证 他又不是住在国政府 他能跟你保证什么呢 偏听偏信 倒霉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是一个人 问题还不大 你要是一个家庭呢 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 极有可能 会导致自己 很长时间不顺利 那就不仅仅是花钱了 是吧 那些人 身体精神各方面 都会受到一些打击 如果你有孩子在身边 孩子的心理啊 健康啊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事呢 走之前一定要花时间 花精力 在排除别人对你的灌输之后 自己静下心来 查一查 做一些对比 千万不要盲目的信任任何人 本质上中介都是骗子 所谓的中介它是一家公司 你哪怕是一个人啊 皮包公司 对吧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挣钱 对不对 你就把它理解成骗子 只有骗子对你是真心的 是吧 它是真心真意的骗你钱的 你的生活要靠你自己去创造 要靠你自己去适应 你不能光凭别人说 没有一个人的成功 是可以复制的 好了 各几个 我反正聊的呢 都是大家不爱听的东西 很不好意思 我这人嘴快 是吧 祝大家晚